主料,大米150克,糯米50克,腊肠2根,香菇10个,虾米20个,辅量,油,盐,胡椒粉,蚝油,生抽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大米和糯米按自己的喜好调好,先把大米和糯米包熟的用,调味料,香菇泡10分钟,切片腊肠洗净,切片虾米洗净, 用水泡着备用水不要了,要用来焖饭,锅运后,倒入花生油再拌腊肠和香菇鲜下锅包香,再倒入虾米翻炒,然后倒入泡虾米的水,再放入适量的蚝油,生抽,胡椒粉,盐腔外三满,五分钟左右,倒入包好的饭,翻炒均匀,装满压实,倒扣出来就好了,烹饪技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, 烹饭粉频道